台灣花蓮7.2強震 讓防災避難包的準備話題 再度掀起討論 與台灣同在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的日本 防災意識高 相關防災用品種類繁多 有日本業者推出防災米飯包 加入冷水一小時後 就有熱騰騰的白飯可吃 加熱水更快只要15分鐘 甚至還有咖哩口味 就連麵包 蛋糕 還有玉子燒 都可以做成防災食物包 保存期限最高可達7年 口感甚至跟一般料理相差無幾 還有日本連鎖餐飲業者 推出3年保存期限的罐頭飯 多種熱門口味 熱擬挑 有薑燒豬肉 牛燒肉飯跟燒雞等 打開就可以吃 沒有不可能 就怕你不會用 小小一盒行動廁所 缺水時不用怕 塑膠袋套上排泄裝置 排以後直接倒入特質凝固劑 打包後就可輕鬆處理 防臭防蟲 又防細菌 不僅如此 還有業者推出 裝什麼電池都能發亮的LED手電筒 續航力高達近100小時 花蓮強震後餘震不斷 地震包成為熱門關鍵字 網購平台業者指出 日本專業地震包包括手電筒 哨子 雨衣 集水袋 便洗廁所等33種防災物品 災害來臨時拿了就能迅速逃生 也有專家建議可以考量每人不同需求 家中成員各自準備一份 畢竟多一分準備或許就能少一分傷害 新唐人亞特電視 林玉堂 林玉祥 整理報導